刘球不属于日本 支持刘球复国 支持刘球复国 美军参出刘球 美军参出刘球 中国和刘球的交涉竟然让日本破防了 照目前的形势发展 刘球很有希望脱离日本的掌握 恢复自己的主权国家地位 很多网友在看到这一消息后 都觉得不太可怜 刘球群岛位于台湾省和日本九州岛之间 是一条由五个岛群构成的湖状群岛链 跨度面积超过了一万公里 其中大大小小的岛屿有一百多个 其中有四十多个岛屿是有住人的 总人口大约有140多万 从1879年日本把刘球强行吞并之后 就被改名为了冲绳县 但是在这之前他一直是独立的刘球王 在清朝的时候 刘球的国王还和我们有着非常好的交集 还成为了我们的附属王 但是当时清政府非常的无能 刘球在二战之后就一直被美军占领 因为地理位置和战事的原因 美国又把刘球的管辖权暂时交给了日本 可日本却真把刘球当成了自己国家的领土 这期间清政府一直就刘球一事和日本交涉 但始终都是无疾而终 日本为了彻底拿下刘球 开始不断向刘球输送日本文化 他们想从根本蚕食刘球 在二战期间日本在这里建立了大量的军事基地 当地的老百姓都被折磨得苦不堪言 原本刘球是一个中立国家 却被野心极大的日本强行拉入到战争里面 日本原以为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能让刘球臣服 却没想到经过他们这一折腾 刘球人在心底彻底种下了痛恨日本的种子 二战期间日本人在刘球当地烧杀抢卫 听话的就被拉去攻城生产武器 不听话的直接当地处决 很多人再也经受不住日本飞人的行为 很多老百姓都流离失所陆陆续续逃亡了武力 二战之后刘球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 国家原本的名字也被日本改为了成城县 而现在冲绳县决定将他们的称呼再次改为琉球国 这是他们对日本的一种危机和暴力 中国在这件事上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不仅替琉球发话 还宣布冲绳县改名为琉球 琉球距离中国台湾仅仅110公里 要知道台湾一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位 然而日本人却不这么想 他们不断借助台湾问题山中点火 像一只苍蝇一样非常惹人烦 这一次中国对于琉球的支持 不仅是对琉球文化和传统的尊重和保护 同样也在侧面表明了中国对台湾问题坚定的立场 但是很多网友也对这一做法抱有疑问 因为这样的行为只会让双方的关系更加紧张 对于地区的稳定和和平也非常的不利 但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件事 历史上的琉球国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琉球国作为受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 从明代开始琉球国就成为了中国的藩属国 甚至琉球这个名字还是明朝时的中国人取的 在琉球王国统一之前 这里是北山中山南山三国分立的状态 但是这三个国家的小皇帝都曾主动和明朝的皇帝进贡 明朝也非常容大地给他们册封 直至1663年 琉球正是被清王朝册封了 从此之后琉球就一直使用清朝的年号 数年以来琉球的国王都一直向清朝内补 从未间断 每当琉球的新国王继续 他们就会派遣使臣来到中国为新王举行册封一事 这幅中国册封史行列读 就很好地展示了当时册封的壮观场面 因为频繁的贸易往来 琉球百年来受到中国文化和风俗的影响非常强烈 到了二战前夕 琉球当地已经高度地中国化 并且他们一直以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为荣 甚至到后来琉球国王的姓都改为了上行 因为这是明朝皇帝所赏赐的姓氏 琉球和中国的美好关系一直持续了500多年 直至二战之后被日本武力吞噬 日本占领琉球之后不断给琉球输送日本文化 但是琉球远离日本本土 不管是历史文化还是风俗都和日本本土有很大差异 再加上日本在二战时的暴力行为 疯狂屠杀琉球二十多万民众 琉球人和日本人一直以来都格格不入 虽然他们国家的名字被日本赶为了重手线 但是骨子里面他们是不服的 其实在大清鼎盛的时候是有机会收复琉球的 当时在康熙皇帝统治期间 台湾被收复之后其实可以顺带着收复琉球 但是当时人们的海权意识非常的多 再加上经济问题就放弃了对琉球的收复 之后在整个二战期间琉球深受伤害 当时在琉球爆发了非常残忍的冲绳战役 日本人自杀式的攻击让琉球和美军损伤惨重 琉球民众在美军和日军的战火中死了二十多万人 惨烈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 很多美军在这场战争之后都出现了精神失常 上万士兵都选择了退役 琉球在被日本兼并之后 其中大部分领土被划入了冲绳线 还有一部分归入了路尔岛 琉球的最后一任国王上派也被日本强行移民到东京定居 琉球不想就这样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他们想脱离日本的魔爪 于是就开始向中国求助 中国会帮助他们吗 琉球不属于日本 琉球不属于日本 支持琉球复卦 支持琉球复华 美军叉处琉球 琉球能恢复主权国家的地位吗 只能说有希望但是要比想象中难 琉球当地有美军助手 在琉球被日本以极其残忍的手段侵占之后 现如今琉球已经对日本的经济形成了高度依赖 但是他们为何想要独立呢 因为日本人不断拿琉球人当牌投兵 岛上的民众就没过上一天的好日子 每遇到什么战争 日本就会拿琉球当火要投 很多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甚至都被日本逼迫去到战场 琉球虽然在日本的管辖之下 但是冲绳人却不愿意称自己为日本人 在此期间他们也一直没有放弃独立的项目 但是日本人可不会放弃这样一块大蛋糕 不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经济条件 琉球不仅位于日本南部的边界 还连接了东南亚和中南亚 可以说是日本海上的咽喉 而且琉球还是热带雨林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的过渡地带 气候非常的温暖湿润 当地的风景非常美丽 还有着独特的生态系统和珍稀的动作 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来到这里观光和度假 其实如果你真正的去过琉球就会发现 琉球现如今仍然到处可见中国文化的痕迹 首先就是琉球的都城 在二战被破坏之后从1992年开始复修 复修之后的手里堵城 就像是中国风格宫殿的翻盘 典型的唐氏大门 朱虹支柱 金龙吊梁 朱氏画洞 非常的霸气夺目 眼观现在琉球向中国求助 中国也有意伸出援助之手 如果琉球真的能独立 大带率会和中国展开友好的往外 这就非常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并且能直接震慑住日本和美国 让他们无法利用琉球来插手台湾问题 日本如果没有了琉球这条防线 他们也就不敢继续挑衅中国 因为中国绕过琉球正能直达日本 都说打蛇打七寸 现在琉球想独立 中国必须借机好好教育一下小日子 让日本明白如果继续挑衅中国 则会有非常严重的下场 现在世道已经变了 日本如果敢再挑起战争 琉球的民众也不会像二战那样成为牺牲品 因为他们背后还有中国 但是凡事都需要三思而后细 国际关系和政治问题都非常复杂 需要更全面客观平衡地考虑各种因素和观点 改变一个地方的官方称 不会改变历史和眼下的事实 只有凭借实力和有效的沟通 才能真正实现地区的繁荣富强